美国房地产的现况是从2001年下半年,美国房市节节高升,连续五年的增长,到2006年的中旬,房市不断的高升,造成房价的不断增长。 那到了2006年的下半年,开始逐渐房市的这个价格走低,在这个增长的五年跟降低的七年当中,目前房市又强劲的反弹,而且房市走低的这个情势已经改观,开始慢慢步向复升复苏。 那在这个期间,由于这个今年第二季度连续已经四个月的不断的攀升,让美国房地产又走入另外一个阶段。 那期间,在这个房市走低的期间呢,在2007年,由于这个二次房贷,即2008年的,造成2008年全球性的这个金融风暴。 那美国政府在2009年,联邦政府提出了刺激经济方案,让首次购物的老百姓能够获得联邦政府补助8000元的这个补助金。 那州政府也有配合的,譬如在加州有提供一万元分三年来折税的这个补助。 那到了2000,今年的上半年第二季度,房市存量已经只存到只有达到250万栋,是这几年来最低,从2006年以来最低的数字。 由于房屋存量的逐渐降低,房利息的降低,需求的增加,房价的增长,已经造成了房市复苏的这个新的景象。 但是由于这六七年来,房市价降了50%,60%,甚至有一些还是30%,那要想复苏,还是有一段艰辛的路程,在慢慢缓慢的成长。 所以这是目前房地产的这个趋势,就是下降的趋势已经停止,开始走向复苏。